Hello 大家好 我是Python墨州老师 那么咱们第六章节的话 学习的是Python的基础语法 那这个基础语法的话 首先了解一下 咱们Python的话是一门脚本语言 那这个脚本语言的优势呢 是在于它不需要先编译 所以说我们的Python语言呢 它不像Java或者C++语言 需要首先进行一个编译 再进行运行 脚本语言的话 是可以直接读取咱们的文本文件 一边解释一边执行的 那这么去说呢 可能比较抽象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了解一下Python 它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脚本语言 它的一些要点 那要点的话呢 会包括于咱们的面向对象 语法块 注释 续航 包括等等等等其他的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在老师接下来的课程当中 会一个一个的 给我们的同学 把它的一些要点 一些特性 给我们同学去介绍介绍清楚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首先是咱们的一个Python的关键字 以及说呢 我们的缩近 还有咱们的多行语句 Python引号 还有咱们Python注释 Python控格和控行 以及Print输出 那这几个章节的话呢 老师都会去讲 这几个点呢 在今天的一个课堂当中呢 来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一个编译器 编译器当中的话 我们今天第一小节 我们去了解到的是 Python的关键字 以及它的缩近语法 还有咱们的多行语句是怎么去写的 那么我们的同学的话 首先关心的第一个是Python的关键字 对于我们的Python的一个关键字来说的话 咱们的同学 比方说在老师的一个文件当中 如果说你想要去看到我们的Python相关的一个关键字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通过去导入咱们的模块 在这个地方通过import关键字 并且的话在这个地方去写入keyword的这个模块 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过print的这个指令 在这里去操作一下keyword模块 点上keyw咱们list 这样子去进行操作的时候 当你去运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去显示出来 咱们所有的Python的这个里面的35个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这些关键字呢 它是不需要我们的同学去背去记住的 这些关键字呢是我们在未来以后的话呢 会接触到的 比方说我刚刚去这个进行这个输出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同学能够去看到咱们的import这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就有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话呢 在未来以后会去接触到的 你不需要去死尽音贝的 那在这个地方一共是35个关键字 这个地方呢 我们同学初步来说进行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咱们的Python的一个关键字 如果说我们的同学需要进行操作的话 那么你就输入这两行的一个咱们的一个语句就行了 这两行语句 那我把它的话呢 记录在这个位置 记录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刚刚同学去了解到的咱们的这两个语句 那另外的话就是缩进了 缩进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的一个这个程序当中 比方说咱们的一个同学 你去写相关的这个语句的时候 比如老师在这个地方写一个if if2打于1 打上一个冒号 下面一行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输入内容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同学去输入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旁边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齐平的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老师写一下 写一个咱们的一个print是输出的意思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输出一个 输出一个母舟老师 好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这么去写的时候 当你去运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一旦运行 那么我们整个的一个程序的话 它是会报错的 那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标红的位置 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的这个报错信息啊 就是在去进行一个提示 咱们当前的这个print这样去写是不对的 哪里不对呢 是需要有缩近的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需要去打上相信的空格 你的一个空格的话 就是代表的缩近的意思 我们同学的话呢 缩近不好理解 你就理解为是空格 那这个空格的话呢 老师我应该敲几个呢 我敲一个行不行呢 敲一个 当你去运行的时候 来走 它就是可以的 当你去运行的时候会发现咱们的程序的话 成功的运行成功了 并且在这个地方的话会去输出我们的内容 对吧 那么一个空格是可以的 两个空格可以吗 三个空格可以吗 都是可以的 甚至是你可以打很长的空格 这一些这个地方 这些东西都是缩近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再运行的时候 它可不可以运行成功 肯定是可以的 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但是啊 同学我们在未来以后的开发过程当中 咱们编写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会注意相应的一些语法规则的 包括我们的一些美观 那我们同学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写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样去看是不是对于我们的一个视觉效果来说的话 特别的没有啊 什么美感啊 不美观 对吧 那咱们在这个地方一般来说的一个缩近来说呢 我们是四格四个空格 一二三四 敲四个空格的话 以这样子作为咱们的缩近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的同学当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来你就会发现此时此刻啊 老师的这个东西打出来了 并且我们用到的是四格空格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会去讲到的缩近了 你可以理解为是咱们的一个空格 缩近是什么呢 老师在这里稍微记录一下 缩近理解为是我们键盘当中的啊 空格键啊 空格键 那么并且的话这个空格键呢 我们的一个比较美观的一个输出的话 代表的是什么是咱们的四个空格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接触到的这四个空格 大家就可以去操作直接操作这个 tip键了 那tip键的话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尝试一下 咱们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tip键 点击一次就是四个空格 点击一次就是四个空格 那这个tip键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有给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个记录啊 注意看到这张图 那这张图上面的话 我们同学就能够去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个tip键 OK 它是在你的字母的键盘的字母Q键的旁边 这个tip键 你敲一下的话就是代表四个空格 那说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刚刚跟同学去说到的 咱们的tip键 咱们的缩近啊 都已经跟大家去讲到了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代码当中呢 注意要有这样的一个缩近 那有同学肯定会说了 老师我什么时候该缩近 什么时候不该缩近我不知道呀 对吧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在后来我们去学到相对的一些语句的时候 我会格外的去进行一个强调 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呢 我们先做一个了解 要知道python当中的话 会有一些语法规则的 好吗 那在这个点上面呢 我们的话呢 缩近就给大家去进行了一个介绍 另外的话呢 我们会接触了一个东西叫多行语句 多行语句是什么意思 咱们在这个地方平常去写这些代码的时候 一行语句 比如说老师在这里写一个a a就等于1 b就等于2 c就等于3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每一行当中的话呢 它是只有一行语句的 那比如说老师在这个地方写一个 ddd 等于咱们的a加b加c OK 我把这几个咱们的这个东西 去进行一个相加的时候 相加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就a b c了 那这样进行相加 这也只是一个单行的语句 那如果说我们的同学 老师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有很多行那怎么办 很多行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 进行换行了 比如说回车键 当你在这个地方回车键的时候 回车键 那么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刚刚的 在一行当中的语句 就变成了三行的一个显示 一行 两行 三行 那有的同学肯定听到这 就觉得老师这也没有必要啊 是不是 但是未来在我们的一个 编写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要知道 怎么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 那这个地方 你变成多行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软件呢 它是会给你去进行一个 自动的一个添加的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斜杠 这一个斜杠是必须存在的 也就是说 我们由单行语句 变成多行语句的时候 咱们的斜杠是必须存在的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 这么去写之后的话 来比如说老师呢 去输出一下 咱们的DDD放到这个地方 来打印一下 那么我们去运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啊 咱们的程序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 也就是在此时此刻的话 我们的ABC 在这个地方进行相加的一个操作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错误的把这个斜杠的话去掉了 没有老师 我的多行语句 刚老师说了 必须要有斜杠 那斜杠如果没有呢 我去掉一个 去掉一个斜杠 你就会发现 咱们整个程序当中的话 会有这种红色的波浪 那这个红色的波浪呢 稍微提一下 当你的程序当中出现红色波浪提示的时候 你其实整个的一个编写的语法 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吧 所以说我们同学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当前的话 在这个地方测试一下 我们运行当我们运行的时候有问题吗 有问题啊 他在这个地方就会给你去报错误了 那这个错误的一个提示就代表的是 咱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斜杠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去给他补上 当你补上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当我们再次运行的时候 他又可以重新运行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当中呢 我们的同学的话 要理解到咱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斜杠的一个存在 那有同学的话呢 肯定就会有一个提问 什么时候不需要斜杠呢 比如方说啊 我们的同学在这个地方 老师再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程序的编写当中 我们会去用到括号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老师在这里要写个CCC 等于咱们的中括号 中括号里面我们可以去写多个数据 比如说一斗号 二斗号 三斗号 四斗号 五斗号 六斗号 七 我们相应的写这些数据的时候 这些数据存在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同学在这个地方去选择到相应的换行的时候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再去选择相应的换行的时候 比如说这样 那么你这样子去进行换行 当然啊 这个格式咱们现在的话肯定是不好看的 先不去管格式 主要去强调的是 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这种中括号的情况之下 咱们的一个换行 一个多行语句的存在 那么就不需要咱们的斜杠了 OK 所以说这个点咱们就强调一下 那除了中括号以外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再来一个 FF等于咱们的一个原括号 我们的一个这个程序当中是会有原括号存在的 那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老师也在里面写一定的一些数据 随便写 那么这个地方 我如果也想要进行多行操作 比如说这样 当我这样的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错误 所以说咱们的话呢 有括号的一个存在 多行进行一个存储的时候 都是没有相应的问题的 还有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咱们的大括号 大括号的话呢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进行多行的一个表达 比如说老师在这个地方写一个名字 名字 然后呢 名字 比如说老师在这个地方写一个 咱们的这个穆州老师啊 写完了 那记住了 在这个地方写个多号 哎 下面的话 咱们再写一个啊 比如说咱们的年龄 OK 后面打一个冒号 然后在咱们再写这个 永远18 咱们写这个 好不好 那么这样子去写的话 你会发现它也是多行 那这个多行的话 也是不需要写杠的 所以说呢 我们刚刚所接触到的这个东西呢 稍微的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有多行语句的存在的时候 哎 如果你这么去写 没有遇到括号的情况之下 那么咱们需要写杠 有括号 中括号 包括原括号 包括大括号的情况之下 我们通通都不需要写杠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是老师在今天的这一章节里面 给我们同学去讲到的 我们python的关键字 你作为一个了解 缩近这样的一个格式 作为一个了解 以及特务键 在那个咱们键盘的哪个位置 做一个了解 还有咱们的多行语句